各位学员好 我们这节目开始要讲的是 part C部分的CT讲解过程 和新闻联播播报一样 都得先说一下主要内容大意 那part C的主要内容呢 其实是包括了财务以及财务报告体系 控制和合规性相关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是分散在具体的三个单元讲解过程当中 那这三个单元其实对应的 这就是我们基础班的三个章节嘛 那第一个要说的是财务 或者是会计的职能 the role of accounting 这部分的习题内容要多一点啊 那么第二部分呢 要讲的是控制安全 以及审计这部分内容 那控制呢主要是内控 当然也会涉及到更具体的 内部签置 internal check相关的一些题目 那security这个部分呢 甚至会涉及到信息安全 而audit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但又觉得特别陌生的一个领域 或比较抽象的一个领域 是因为大家觉得 好像自己将来能够从事 四大快捷事务所的审计工作 但是呢 又不知道审计工作具体做什么 甚至有可能都分不清 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工作的侧重点 以及它们的区别 所以在audit这个部分 我们侧重点要讲的是 内外部审计的工作的特点 它们的区别 重要性等等这些内容 那这是在control security and audit这些单元要讲的 西题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 也就是第三个单元的西题 要讲的呢 是关于财务舞弊 fraud 我们在基础班上会强调 这是人性的扭曲 到达的沦丧 对于傻白天的在校大学生来说呢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fraud 所以现实生活中 那些财务舞弊的各种骚操作 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都想不到 不可理解 那这部分 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 会结合立体和现实情况 讲到很多是新机表的题目 所以这部分要注意 是难点 那我的意思是说呢 第一部分 the law for counting 是基础的 题目比较多 第二部分的内容的话呢 主要侧重点 是要搞清楚 audit 那第三部分的内容 其实是要结合实际情况 去理解的题目 比较多一点啊 那各部分的特点 知道了之后 那你要知道 具体你做题的时候 重点难点 在哪些领域了啊 那按惯例 最后当然是会有 多任务题了 那part c这个部分的多任务题 还是列的是六道啊 那么六道多任务题的话 其实就是还是涵盖了前面三个章节里边的知识点 那无非呢 是考的这个形式发生了变化 解释完part c的整个流程 我们再来说一下具体 the law for counting的25道题 那刚才也强调了吗 这部分题目比较多啊 所以是给大家挑出25道题来讲解 基本上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涵盖在了 设程范围以内 好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其实比较简单 但是你有可能想的多了 想多了之后呢 有同学就选了c 选c的同学的话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选错了 选了c的话 我没说正确答案是c啊 如果你选了c 这个错误的答案 就意味着你没有搞清楚 整体的预算和现金流的预算之间的一个区别 或者是资金预算之间的区别 那在这儿问你的问题当中 有两个关键词提示 一个是传统的典型的这个typical 还有一个呢 是预算控制 那么这儿的预算 它有说是cash budget吗 没有吧 它有说涉及到的是 就是每个州 或者是说按月的cash forecast 就这个现金预测吗 也没有 那你凭什么要选c啊 c更多的这个资金管理体现在 小额可以是小到具体小额的现金流的管理 那么也可以是 也就是我的意思是 这个资金管理这个部分的 财务的这个职能 那可以是小到具体的 每天每个州的现金管理的一部分 出纳的工作的职能和作用 那么也可以是大到整个项目的资金的流入 流出的这个管理 那么你可以选c 但是现在的话是说的是什么呢 整体的预算和预算控制 所以你要选的是 B 管理会计的职能 那我们来分别来区分一下 这三个 ABC这三个 那具体怎么来分呢 首先你看一下 这道题的要求是 typical financial function as financial function 对不对 是传统的典型的 财务的这个职能 那么准备 准备什么呢 或者编制 编制预算 以及预算控制 进行预算控制 应该是谁的职责和作用 那这因为是问你的 是responsibility of which of the falling roads 那A呢 是财务会计 也就是可以理解为 是典型的财务会计 那典型的财务会计的工作的作用 或者是它的职能 不就是我们想的 要进行什么 记录 records 每笔交易的记录 记录之后要汇总 summary summary之后呢 再编制出报表 prepiration of reporting 对不对 财务报告的 finance reporting的一个编制过程 那么财务报告 或者财务报表的编制 主要是A的工作职能 听懂了吗 那么B是什么 management of content 管理会计 B的management of content 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是在大家下一个课程 也就是MA MA的这个课程当中 会学到的一个具体的科目 就MA这个课程具体的科目的内容 不就涉及到的是 成本核算 以及控制 预算 这些内容 都是管理会计的职能 你现在才涉及到 AB这门课程 有可能现在还没开始学 下一个科目 我的意思就是下一个科目的话 management of content 那个科目你可能还没有开始学 对不起吧 那么你等到后面 在学管理会计科目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主要围绕的就是各种 成本核算的方法 以及如何进行预算 那么预算之后 怎么再把实际的成本 和预算的这个成本 进行一个比较 找出差异 再进一步的控制 那么都是B 这个部分管理会计的作用和职能 所以在这儿 整体的预算和预算控制 不就应该是B吗 再强调一点 C资金管理 是具体到 cash management 或者是cash budget 你选C 还有情可原 但现在是整体的预算 整体预算包括 销售预算 采购预算 以及各种设备采购 其他的一些预算 那你能说 包括甚至包括生产的预算在内 成本的预算在内 那你能说那些都是资金管理吗 对吧 所以c可以是更具体的 而现在说到更广泛的预算 和预算控制的时候 那么你只能选B 解释完这道题之后 那纠正一下你的这个思路啊 那纠正完思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心机表的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如果你学后面的 关于管理会计这个科目 也就是后面的管理会计的科目 MA和财务会计的科目 financial counting的FA 那么这个第二题 就不再是心机表的题目了 第二题现阶段是心机表的题目 是因为你还没有学 前三门课程当中的那个 后两门课程 明白吗 你现在只是讲到 或者学到了现在的AB 这门课程而已 我的意思 你现在只是学习到了AB这门课程 所以对于你来说 现在这个第二题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 因为第二题无非问你的呢 是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company not require a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to give 就是公司法要求 要求什么呢 要给出一个什么 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的一个说明 那你如果是把它执意成statement的final position 那这个把它执意成就是非专业的术语的话 就是对于这个企业财务状况的一个说明 或描述或者声明 哎 他的财务状况的一个statement 不就是资产负债表吗 所以其实他想问你的是 下面哪个是关于公司法要求的 这个企业应该给出一个资产负债表的要求 就是公司法里面是怎么要求的 怎么说明的 那么来说一下A A是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吗 A是利润表啊 对不对 所以A根本就没有说是公司法怎么要求 给出一个资产负债表 没说 而说的是什么呢 A说的是要求给出一个利润表 那废话吗 当然也要求给出利润表了 但是他跟题目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他的判断题目不符合 明白吗 题目问你的是资产负债表 A说的是利润表 这不就是有点不对 明白吗 就是根本就对不上的意思啊 不是对号入座的一个过程 那么B呢 B是审计报告 而这里的unqualified 或者是叫做clean 就是干净的 或者可以理解为是没有污点的 那么这就是什么 无保留事项段的 而且是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么这种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我们后面的audit那个部分当中 其实是有过介绍的 在基础班的课程当中 所以你如果是对于这个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也没有什么印象了的话 建议你可以去翻译一下 关于审计内阁上节的基础班的一些课程的内容 那么再来说一下C C呢 是说公司法要求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的报表 也就是财务状况的声明 就是资产负债表嘛 那公司法要求这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应该是能够提供 True and Fairview 真实公允的观点 对不对 真实公允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关于什么的呢 这个企业的affairs 所有发生的这个情况在哪个时间点为止的 因为在这用的是 As at 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year 就是在这一个财务年度的截止日期 那么这个企业的所有的状况 应该是真实公允的进行反应 这不就是对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吗 首先True and Fair的要求有了 那么时间上是As at 就是在这个年底 财务年度的年底 那么对于这个企业所有的事项的affairs的一个 一个说明 这不就是资产负债表吗 你想想看 不就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对不对 所以要知道 A B都不是指的是资产负债表 没见了吗 千万不要觉得A也是True and Fairview 但人家算的是Profit or Loss 那就应该是利润或者是亏损的利润表 而且你看一下借词很重要啊 为什么要强调借词呢 等到你后面再学习ACC课程当中的第三门 Financial Accounting的时候 那么有的题 你要在后面做这个大体啊 计算大体的时候 它是让你填空的 如果说是利润表 那么你要填的那个表格 利润表的这个表格的Title 小标题 借词用哪个都让你选 那么在这儿 你看一下 如果是利润表 Profit or Loss of the Company 用的那个借词是Fall Fall的Financial Year 也就是对整个这个公司 一个财务年度这一年的利润的 或者是亏损的一个说明 就是利润表了 对不对 真是公民的一个说明 那么这个利润表 用的借词是Fall 记住了啊 你后面的Financial考译题目 也会强调的 因为这是一个考点 那你再看一下 资产负债表的借词 用的是什么呢 As as at 听懂了吗 如果是把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做一个比喻的话啊 资产负债表相当于是 你看电影的时候 暂停定格的那个画面 明白吗 它是那个时间点的一个状态 比如你现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暂停一下 嗯 我就这样子不动了 对吧 刚才只是我演示一下而已啊 那么那个过程就是资产负债表 看到的这个画面 那我现在讲的这个过程 手舞足蹈讲的这个过程啊 你现在看到的整个这个动态的这个过程 相当于是一个企业的利润表 强调的是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你解了吗 就相当于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如果是30分钟的视频 这30分钟都讲了一些什么 它是一个过程 但是你在30分钟之内 定格在任何一个点上 时间点上那个画面 就是它的一个状态 那个时间点的一个状态 所以利润表跟资产负债表的区别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你学后面的financial company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本质上理解 要不然的话 你后面那个所有的财务工作 可能啊 都不是特别的理解 就是我的意思是 所有的关于财务会计的一些 知识点可能都不太好理解 因为你根本上根本没有清楚的明白 以及分清楚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关系 所以通过这一小的题目 就是想告诉你 后面学financial accounting这门课程的时候 一定要搞清楚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的 它们的关联 也是它们的区别 说完第二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心机表的题目 第三个心机表的题目特别长 记住那个规律 结论就是先看那个required的要求了什么 然后再看上面那个体干 这个下面的要求是问你 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an be concluded 就是下面的ABC 因为这都是一分分转的题目 先列出来啊 都是一分分转的题目 那前面这一个一分分转的题目 问你就是下面哪一个 三个里边的哪一个 能够从它上面的这一大段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上面这一大段内容当中 你能得出的结论 是ABC里边的哪一个 你可以先看看结论呢 A的结论是说呢 这个公司不需要 that's not the communist computer system 就这个公司的整个计算机系统 是不需要备份的 那么第二句呢 是说整个这个公司的计算机系统 是不需要密码的 那么第三个是说 这个公司的计算机系统 是无法review嘛 对吧 看到that's not 无法接收来自于客户 或者是供应商的邮件 你会觉得还收不了邮件吗 会的 为什么 你如果后面去银行 或者是一些商业机密 要求程度比较高 就是商业上或工作上 保密性程度要求比较高的一些企业里面 工作的话包括部队之类的啊 你就会发现 它是不会连外网 就是说呢 你的那个电脑 只能连你们那个单位的局域网 意味着你不能上QQ 也不能在这个电脑端上淘宝之类的 也就是你连不了外网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跟公司内部以外的 其他的人在这个你的电脑上 PC端进行任何的联系 明白吗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三个题目里边的背景 那刚才其实也强调了 就是因为现在什么呢 Internet 所以你要通过这一大段会找到啊 因为你想想看 都考完之后当然容易了 但是我现在是要拼命的把自己放到 我刚开始学习ACC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那个状态去讲解这些题目 听明白了吗 要按照现在我在后面还会再讲到SBL那门课程 战略那门课程的这个高度去讲这道题的话 没什么好讲的 理解吗 可是你是刚入门的这个傻白甜吧 算是 你也不要介意啊 我们都是从傻白甜再到星期表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刚入门的傻白甜的在校大学生来说 或者是说英语水平不是特别好的同学来说 自然看到现在这一长段就会觉得头疼 对吧 脑壳疼 我理解你脑壳疼的这种心情啊 但是我们要静下先来把这段话看明白什么意思 首先这是一家小破公司对吧 是small companies 小破公司的什么呢 computer system 计算机系统 那这个计算机系统一共才五台电脑 看到了吗 五台这个个人电脑组成大 而且是在这个办公室的不同的位置 这不很简单吗 总经理或者老板一台 然后你们这四个员工一台 也会就这个意思吗 但是这个公司只有什么呢 局域网或者它内部网 就是internet with the same building 那the computers看到那个计算机呢 not not看到了吗 没有连internet 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没有WiFi 然后没有流量 没有WiFi没有流量 那你说你还怎么跟你的这个外部的一些其他的客户供应商进行沟通呢 对不对 只能怎么样 只能你们五个人传一下文件之类的啊 那么在这的employees are not allowed 不允许什么呢 take storage media 就是不能有各种存储的这个设备 into or out of the building 就所有的这个文件都不能从外面带到这个building办公室 也不能从这个building呃内部带出这个办公室都不可以 information which the business owner wishes 那么这个企业老板想要这个 就是保存的一些商业上的机密的这个信息呢 都专门的存在他自己的单独的一个电脑上 哎 这不就是典型的 就你们这五台电脑之间才可以有这个文件的传送 或者是用U盘考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所有的邮件都不能接收 理解吗 也不能发送 对不对 而且他在那强调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C C强调的是外部的客户和供应商 能理解吗 所以C不行 我的意思是能得出来的结论是C 那你能说因为他是internet 所以不需要备份吗 哎 如果不需要备份的话 他们的老板为什么还有一个单独的这个电脑 stored in one of the computers这个情况呢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这个币不需要密码啊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是相当于就是高度的局域网内部网 internet 那么很多这个资料不能带出也不能带进来 你说没有密码 那么随便谁进来之后都能登录这个电脑都能登录这个系统了吗 对不对 所以肯定是会有密码的 虽然没有在前面段落当中啊 前面内容当中虽然没有这个直接的提到密码的问题 但是你用脚趾头想想看肯定也是有密码的嘛 至少应该有开机密码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儿应该选的是C 这就是一个心机表的题目 感觉好像没什么知识点 但是你只要上过班 这事儿肯定明白的意思啊 但你这不是没上过班吗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线C 再来看第四题 第四题呢 是说all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except 你看除了什么 除了什么呢 除了哪项之外 是描述的是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and information 想想看啊 数据和信息 我们说什么啊 数据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 process之后得到什么 information 也就是我们当然说 信息是经过加工和处理之后的data数据 对不对 那么来说ABC分别怎么来判断 你能够得出来的数据和信息之间的这个关系 ABC当中哪个不是 先来看A A里面已经有明确的提示嘛 对吧 information本身是data which has been processed 这句话肯定是对的 in such a way as to be meaningful 就是对使用者来说有用的种方式 把这个数据经过加工之后就变成了信息 当然就对了 对吧 那么第二个 the relationship B上呢 是relations between and between data and information 是one of inputs and outputs 我们当然说过 把数据输入进去 然后整个这个系统 计算机系统 经过一系列的加工 那我们说到得到的这个产出结果 不就是什么 信息 对不对 数据要输入 经过处理之后 当然就得到了结果 outputs了 所以AB都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的是C 即便你没有探懂前面问你的什么 但是还记得我们当时说过 一般来说有绝对词汇的这种 always这种表达是错的 所以这 他的意思呢 是说数据永远 永远 always嘛 永远是数字格式的 信息永远是文本格式的 诶 是这样子吗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们班 所有的这个男生女生的这个人数啊 之类的 那么这些就是你们的基本的 个人的一些这个数据吧 就比如说男生女生 这个什么身高体重联系方式 这些之类的 包括家庭住址这些之类的 明白吗 那么这些可以是数据 对不对 那么你想想看这些数据 难道一定是数字格式的吗 你的这个家庭住址也是数字格式的吗 不是啊 那是文本吗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你的家庭住址还能是 完全是数字这个12345的阿拉伯数字格式的吗 不是吗 那么你再想想看 得出来什么信息呢 能够得出来的是你们的成绩的对比 对吧 那么包括你们来自于哪些省份的 地域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些都是加工之后的信息 那么加工之后的信息又一定是文本格式的吗 可不可以有数字格式的呀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的C项肯定就是错误的 Always这个方案 那么这个呢 应该选C 再来看第五个又是一个傻白甜的题目 但是你可能不理解 那为什么是高效性呢 productivity呢 因为除了productivity之外 没有能够更好的体现 灵活性或者是决策性 他在来说的是什么 办公自动化系统 不理解什么是办公自动化系统 你就打开你电脑看一下 如果是一般的就是除了苹果电脑以外的 当然了苹果电脑也可以安装那个office系统 但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这个苹果电脑的话 他会自带办公系统 有他自己自带的一个办公系统 就是可以不安装其他的一些office系统之类的 当然你在看苹果电脑以外的其他的99%都安装的是什么呀 就是office系统 当然你可以非要跟我刚刚说 那不是有WPS吗 那个不是办公自动化系统吗 都是办公自动化系统 只不过是软件名字形式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而已 没见吗 都是办公自动化系统 那其实简单来讲 就主要是由我们常用的 我的意思是由我们常用的 Word Excel PPT构成的嘛 对不对 包括你现在看到 不就是用PPT做的这个讲义吗 那它能够大大的增加什么 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设计出来 增加我们整个工作的效率 高效性 以及我们的产出productivity 明白吗 productivity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workers 那它是灵活吗 有的灵活 有的可能不灵活 这不一定的 明白吗 好用的可以灵活 不好用的它也不灵活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灵活性是欠妥的 更多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那以及工作的这个效果 明白吗 就是我们说的productivity 就是快了 然后产出的多了 那C呢 是D-street making capability 我们能够用这个Word也好 Excel也好 PPT也好 就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了吗 不是 决策还是更多的 依赖于是决策者的 能理解吧 而不是说通过某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只不过是辅助我们 能够做出更好的这个决策 所以提供一些依据 提供一些数据支持 懂吗 所以这应该更确切的是A 我的意思是ABC当中 A最准确 因为它是increase productivity 就变快了 你想想看 你如果不是用Excel 你要统计这些数据之类的 统计你们班同学的这个信息 你可能很慢 但是你如果是用Excel的话 那么不管是加总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公式 进行处理也好 就变得更快的意思 那么这是我 再来看第六题 也相对来说容易一点 但在这儿要问你的什么呢 most most 他用的是最 所以在这里ABC 选项 你可能会觉得 好像都有点道理 但他问你的是罪 那因为问你的是 which of the foreign user group 就是下面哪个财务 看到那个是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财务以及会计信息的 使用者 是 likely to need and have access to this information most 就是下面的使用者 都需要 而且都能够接触到 财务和会计信息 但他问你的是 罪 你就想想看 第一个管理者 一个企业 一个公司的管理者 是不是能够更容易接触到 也就是更容易获得 access to 更容易获得企业的财务信息 他也最需要 因为他要做决策 那么你说币 需不需要呢 需要 能不能接触呢 能啊 年报里面也有财务信息 shareholders 股东们能够看到啊 如果上市公司的话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这个 哪怕是上市公司 而且如果不是大股东的话 那些小股东 中小股东 那么除了年报里边 以及公告里边 发布的财务和会计 相关的信息以外 他还能看到啥 对不对 所以他是缺少了 access to this information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b 那么c就更是了 c什么 就是财务分析的建议者 你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那些央视财经 中央二套嘛 中央二套 每天什么交易时间也好 什么第一时间也好 类似于这种节目里边 你就能看到什么呢 各个证券 或者是各个银行的 首席分析师之类的 出来夸夸其谈 对不对 因为你按照他们的建议 去买股票 说不定买一个赔一个 说不定买一个赔一个 当然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因为我自己是不超过的 不代表网效观点 所以我的意思 只是调看一下那些分析师 那么c就是说的是那些分析师 你说什么像方证证券 我刚才差点说方态证券 知道吗 我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 我刚才差点说成方态证券 你就笑一下就好了 方证证券 方证证券也好 还有什么中性证券也好 就类似于这些证券的分析师吧 那他们能够知道 全部的上市公司 内部的比较机密的 一些财务信息 比如说成本合算之类的 是不公开的 就不知道的 理解吗 所以无论是b的shareholders 还是c的financial analyst advisors 包括银行的那些理财经理 也算是财务分析 及建议人员 对不对 这些人员 或者你可以对于咨询人员 咨询人员也好 或者理财经理 理财顾问也好 他们也缺少了 access to this information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道题的关键点在于most 如果这道题是多选 没有most abc都可以选 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多选 没有most abc都能选 但现在是只能选a 因为有most 这就是ab这门课程选择题的一些特点 就是一定要选最佳答案 如果有most best 这种描述的时候 一定要选最佳答案 再来看第七个 第七个呢 是关于内部审计 to whom 是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of an organization report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后面章节里边 稍微再强调答案 但在这出现了 我们就说一下 关于内部审计这个部分 你要知道 向谁汇报呢 我们当时说的这个 层层汇报的过程是这样的 内部审计部门 先给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汇报 audit committee 再向董事会汇报 董事会最终向股东负责 对吧 除非什么呢 没有审计委员会 那么这个内部审计部门 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吗 听懂了吗 但是如果有审计委员会 这个选项 你一定要选 audit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这个选项 你想想看 内部审计 其实就是主要去检查财务啊 以及其他部门的这个工作的 他们的这个有效性 或者是说效率也好 效果也好 这些 那你说他能向财务总监 A汇报吗 也就是你去检查A的工作 然后再去向A财务总监汇报 怎么可能呢 那么也不是说直接向C股东汇报的 刚才这个层层汇报的这个过程 进程知道了吧 先是向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再向董事会 董事会最终向股东进行负责报告啊 报告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啊 7这道题 一定要选B 再来看第8题 第8题这道题呢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陷阱要被开的啊 因为在这强调的是 Receivable Ledger Section 就是应收明细这个部分 那应收明细这个部分 如果是有Overdue Death 就是那些预期的 也就是过期的 超过付款的截止日期的那些债务的话 那么应该有哪个部门来考虑处理 其实整个这一大段 你只要能够找出来是应收 以及有预期的这个 预期的这个应收账款 Overdue Death的话 那你就应该能选出是B 明白吗 千万不要觉得是债务 所以觉得好像是要付的 你也可以是债主 明白吗 你是债权人 你要去收那个货款了 那么看一下具体题目 There is a need for coordination 看到那个是coordinated 就是要合作答案 合作信息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flow between sections and departments in accounting management 在整个会计或财务管理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这些信息 各个部门之间 或者是各个工作内容之间的 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这个信息 是要相互这个进行流通的 也就是相互这些信息 是要分享的 理解吧 你可以理解为是信息共享吧 那么这些信息共享内容当中 to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hould the receivable letter section give information 就是负责应收这个部门的 或者负责应收这个工作的人员 那么把关于预期的 还没有收回来的货款 这个信息应该给到哪个部门 当然是给到B 信用控制这个部门 如果这个客户的应收账款 迟迟没有付 对吧 迟迟没有偿还 那超过很多天 就是付款日期 截止之后超过了很多天 或者是甚至是一年两年 都没有还这个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都没有收回来 那当然就要下降 或者是降低这个客户的信用评级 下一次就不把这个货 卖给这个客户了 对吧 这个应该能明白答案 所以这个A和C 不是最适合的 那要选B 因为你想应收 跟那个应付 也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联系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信息 不太需要information flow between 对不对 再看到那个A cost accounting staff 那么就是关于成本 会计的员工 就是负责成本管理 成本会计的一个员工 那么在这儿也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成本呢 所以当然要选B的意思啊 再来看第九题 第九题很简单 就记住简写就好了 那么在这儿问你的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就是我们说的国际会计准则 也就是现在改名之后的 IFRS 那么是谁来颁布的 谁来出台的呢 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全称是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那么B ASB 你一查可能有N多个 这个全称 但在这儿你也可以理解为 其实就是泛泛的 泛泛的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会计准则委员会 那么可以是中国的 会计准则委员会 也可以是美国的 会计准则委员会 总之 会计准则委员会 都可以简称为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ASB 理解了吧 那么你说现在国际会计报告准则 当然是A来颁布的 B 不清楚 不具体 听懂了吗 就是没有具体的说明 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或者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现在叫做理事会 那C就离得又更远了 C就更扯了 C是什么 欧盟 对吧 欧盟也没有听说要颁布 这个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 国际会计则的 那么这个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欧盟采用而已 要求在欧盟范围内上市的公司采用而已 你解了吗 所以这道题应该是A 但不是他们不是欧盟颁布的 我们再来看第十题 A体干还是稍微有点长 那你就可以还是先看 具体问你的是什么 问题是 Wait of the falling options and the cracked M of accounting 就是会计或者财务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的目的和意义不就是提供 有用的信息给决策者嘛 对不对 那么提供信息给决策者 你看一下啊 现在第十题的这个体干之所以长一点 是因为把想问的财务 或者是会计的作用意义职能 具体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通过一个故事给你讲出来 一上来告诉你呢 是现在开始它的第一份工作嘛 对吧 有一个菜鸟新人 它是它的第一份工作 那么在它的财务部门 Accounting Department 那一个Qualified Senior Major 就是它的上级 而且呢 是这个有资格的 你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筑块 考出筑块 或考出ACC的 它的一个上级员工 给它解释 What the 看到那个是 What the main aim of accounting is 就是它的上级给它解释 财务或者是会计 主要的工作 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看一下 我的意思是 哪怕前面没有这一句解释 没有这段故事 那这个问题仍然成立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同 对不对 所以前面那个故事 无非就是混淆你 做一个铺垫而已 那么A呢 是Maintain Ledger Council for every asset and liability 对每个资产和负债进行 详细的 而且是持续的 明细账的这个记录 只是记录而已吗 不是吧 记录完了之后呢 所以A说的不全面 只是说了很局部的 细节的具体的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而已啊 它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么你记这个账 记完之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没说 那么B呢 Provide financial information to users of such information 那就是把这个信息 就是相关的这些信息 财务信息提供给使用者 那这个B不就是它的主要的目的 和意义吗 那么C就是为了要编制 是计算平衡表而已吗 Tribalance 指的是计算平衡表 那么D是为了要记录 每一笔单独的记录 每一笔财务的交易吗 A和D的意思是类似的 都是为了要提供 有用的财务信息 而前面要做的一些记录工作而已 所以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和意义 那这个答案当然应该选B咯 应该理解了啊